基泰建設的建案施工造成林宅塌陷 那麼台北地檢署還有連鎮署同步要進行調查 同時約談兩名工地負責人還有好幾名的證人 稍晚將會依照公共危險等罪嫌 移送北檢附訊 在搜查基泰的忙 請問一下 檢察室務官扛著一箱證物 帶著一名女子頭也不回 上車離開 原來她是基泰建設的員工 連鎮署25號下午2點多 來到基泰公司展開搜索 預計帶回8到10人進行約談 現在矛頭指向工地主任 以及在場的負責人 前年到場搜索 帶回大批證物 甚至還請來鎮匠開鎮 被告證人陸續帶回連鎮署 晚間也會到北檢進行復訊 北市大致民宅塌陷 導致數名住戶有家歸不得 20號再次傳出右下線 因此25號大樓將會強制拆除 議員陳怡君就說 基泰建設21號晚間對有需要 繼續安置的民眾口氣極差 表示民房無安全疑慮為何不回家 讓受災住戶又氣又難過 尤其臨近基地的如林園 百戶社區大反彈 不管是牆壁地板樓墻都還充斥裂縫 議員顏若芳也發問深圓居民痛批蔣萬安 把市民安全當作糞土 背棄對零損住戶妥善安置的承諾 不只要求他們先行返回原址居住 如果發現需要修繕的地方 還要住戶自行處理 站在住戶這邊 然後盡力跟幫忙住戶 來積極的爭取相關的權益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都會要求 其他要負起責任 所以當住戶反映說 他們希望能夠是不是再延長 所以我們延長到25號 但是因為那個監務確實經過鑑定 還有結構技師他們認定是有危險性存在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盡快地將它拆除 強調會幫住戶爭取權益 但議員林真宇也痛批 雖然協調方案說 每戶基本有50萬賠償 但這50萬賠償金 市府盡是要求房東房客自行協調 造成兩方對立 種種不合理協議也顯示出 蔣市府的後續處理似乎有待上去 記得這麼報導